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会在网络上po文 糟糕的是有些人借由不合宜的管道发泄 比如说滥用药物 疯狂的购物 酗酒 每个人难免都有不快乐的时候 甚至觉得想不开 走不下去的时候 圣经说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随时代表任何时候 无论是什么样的时间 我们都可以找上帝 祷告就是与上帝连接的方式 危难中向神的祷告 如同拨打上帝的生命专线 向他流泪诉苦 请教他的建议 恳求他的帮助 God is just a prayer away 祷告是神给我们24小时的生命专线 诗人在这篇诗篇 对上帝的祷告里面 他描述自己的忧烦伤心 他已经寝食难安 萎靡憔悴 如同旷野的醍醐 荒肠的萧鸟 放映上孤单的麻雀 孤单无助 诗人的状态很狼狈 但他诚实的向神 坦白自己的状态 求神快快回应他的祷告 上帝按着我们的本相 接纳我们 因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不需要讲太多华丽的词汇 好像要假装自己没事 努力表现 很有信心上帝才会高兴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只需要对上帝诚实 上帝要的是你的真实 不是你的虚伪 诗人在祷告中 将自己从自己的愁苦 困苦当中 转眼定睛在上帝的永恒 和能力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祷告不要一味的诉苦抱怨 更要看见上帝是掌权 凌驾于环境之上 要听听上帝怎么说 寻求祂的心意 容许神在你所处的环境中 提升你 更新你 愿你今天在祷告中与神相遇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无助 独自扛着难以对人 习耻的重担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在危难的时候 求你侧耳听我们的祷告 鼓励我们 应允我们 因为唯有你是永远 长存不变的神 我们投靠你 求你兼顾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经历你奇妙的作为 我们要将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 奉取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